好,有沒有看過馬戲團表演有一種 把盤子放在上面一直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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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齁 好,那你覺得他要頂在哪裡 頂在中心 頂在中心對不對 圓圈的中心 圓圈的中心 好,這時候我準備了盤子 好,語言大家都說要頂在哪 中心 等一下中心齁 好,一轉 就平衡了 就平衡了 但這是假的 好,真正的 真正的雜耍團他們是頂真的盤子 好,可是一樣你回家也可以做這個喔 你如果亂頂其他地方 他是沒有辦法平衡的 好,那圓的很好認 我們都知道頂在中心的地方 他就會平衡 好,那這時候考考大家 這個東西呢 好,來 中心喔 中心在哪裡 這形狀好奇怪 像圓的就是中心嘛 好,藍邊 這個 這個喔 這邊 好,你上來頂 比給大家看 好,這邊 頂在這裡 好,我們來試試看喔 他要比這裡喔 盯著 我很努力了 沒辦法 好,還有沒有 好,來先 哪一個 覺得這裡喔 他比的好仔細 這裡 欸,也不行 好,來最後一個喔 再前面一點點喔 再前面一點點喔 好 我直接比給大家看 其實你剛剛 挑的位置很接近 我轉一下就很穩 好 好 頂在 這個地方 可是到底怎麼找呢 我現在要教大家 來自己做一個 好 所以 現在呢 每一個小朋友 會先拿到一張 西卡紙 一張西卡紙 然後請你先拿一把剪刀 每個人先拿一把剪刀 你可以先用鉛筆在這張西卡紙上面 畫出你想要的圖案 畫出你想要的圖案 再把它剪下來 畫出你想要的圖案 然後把它剪下來 現在發給你的紙 是不是長方形的 你隨便畫一個形狀 大一點喔 不要小小的喔 畫好 你就可以開始剪 沿著你的線把它剪下來 好 來,如果你要畫很漂亮的圖案 你可以回家再把它上色 但是現在我們先把輪廓 找出來 那你剪完會不會就下課了 不要畫迷宮喔 我剛剛有畫迷宮 我嚇一跳 好 那你圓的迷宮 我還會把它剪下來 好不好 好 現在應該都有拿到兩個回文針 跟一條綿線對不對 齁 都有拿到嗎 綿線還沒有 綿線還沒有 好,綿線稍等一下 來,那先看我們這邊 我想一下 等一下要做什麼事情 等一下呢 我們要利用這個綿線 把兩個回文針 綿線 綁在一起 看起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看得出來嗎 好 所以你可以在綿線上面先打一個結 然後把它套到回文針裡面 讓它可以像這樣子 好 好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可以請爸爸媽媽先綁小鳥 用線把文針綁起來 來,拿出一個圖釘 小朋友拿一個圖釘 一樣小心不要吃到手了 借我一下 好吧 好,拿一個圖釘 來,請看一看我這裡 好 你先隨便找邊邊 先刺一個洞進去 隨便找出你 例如說 像我這個奇怪的形狀 找邊邊先刺一個洞 這裡挑一個洞 好 再隨便找另外一邊 再刺一個洞 好 刺兩個洞 沒問題 好 來 再來 小朋友 好 小朋友你已經紙卡剪好了 拿起來 讓我看一下 而且戳洞已經戳好了 戳洞已經戳好了 戳好 好,來,手放下 好 那我要講下一個步驟了 好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投影片 好 剛剛呢 我是不是有講說 要叫大家找出那個點 好 現在要講怎麼找囉 好 你看到投影片上面 有沒有發現那個不規則的形狀 有打了兩個洞 這個洞就是剛剛小朋友請你用圖釘 刺的兩個洞 好 然後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勾勾勾在這個紙片上 好 這就是剛剛爸爸媽媽幫忙做的這一個東西 好 有活潤針 然後把一條線 好 接下來請你把 其中 你手拿這個活潤針 來 我們一起做 一個手 拿著這一條 好 好 請看到這裡 好 請看到這裡 手拿著這一個活潤針 跟垂線 它是不是會把它擺去 像中擺一樣 好 來 把上面手拿這個活潤針 這個勾勾的地方 把它翻開來 讓 像一個 拐杖一樣 好 這個地方 像一個拐杖一樣 有沒有看到 看得出來嗎 看同一片 好 看同一片 好 有沒有看到拐杖 看到沒 好 把它凹一個像拐杖一樣的地方 然後請你把剛剛那張紙片 把剛剛那張紙片 鑽個洞 把它勾進去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這個步驟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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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覺得 你那個圖定的動態小 你就用回溫針把它這樣 動一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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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變大一點 是這樣嗎 對 欸 但是你要拿這個 你要拿著這個 你拿反 你看喔 我是拿這個 好啦 請看一下喔 再看一次喔 你的手 拿著回溫針 然後把它拿成勾勾 可以嗎 好 變成勾勾了喔 下面是可以垂的 換來放去的喔 接下來 把你剛剛這張紙片上面的 用圖定穿個洞 勾進去 變成這樣 好 拉起來 好 拉起來以後看一下喔 有沒有看到我旁邊 我現在拉開 有沒有畫個叉叉 有畫個叉叉對不對 好 這個叉叉怎麼來了呢 你把線這樣拿起來 它是不是自然的垂下去 對不對 好 自然垂都不動的時候呢 好 請你 在這條線的位置 把它畫一條線 一條畫好了齁 好來 現在呢 已經畫好一條 對不對 來 一樣喔 請你 在剛剛 我們現在還有第二個洞 好 現在換 穿到第二個洞 一樣的步驟喔 一樣的步驟喔 好 把它掛到第二個步驟去 穿第二個洞 好 然後 好 好 好 現在第二個洞 可以看一下 螢幕 好,一樣的做法喔,把它放在條件起來 找到叉叉了,請你試著用你的手指通 放在那個叉叉的地方 放在叉叉的地方 放在叉叉的地方喔 給你在手的頭上 這邊可以 pareil 沒錯 很辣 這個要抹尾 你先要手指頭去 你先要手指頭去 頭...頭 我通常都是兩個小時轉視結束 因為我的那個指援那一個人的話 用演示人的話 好,來,各位小朋友 爸爸媽媽,來,我們看一下同樣片 來,可不可以頂起來,成功的舉手 好,超棒,來,手放下來 好,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剛剛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的手頂在這個叉叉的地方就可以保持平衡 你可以回去試著找找看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點 好,一定不可能 好,來,我講一下我們剛剛做的事情你在幹嘛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打動對不對 好,那當我用一個勾勾把它勾起來之後 所有的東西你勾起來 好,你可能隨便把它抬起來 最後都會像鐘擺一樣 變成 不動的時候就平衡了對不對 好,不動的時候就平衡了喔 好,那我們剛剛有講到一個重心的概念 好,重心就是所有物體的重量都可以把想像很集中在一個點喔 好,那我們錘掛以後呢 這個重心會在這一條勾勾這個支點的這一條直線上面 在這一條直線上面 那所以我們要做兩次 因為第一次,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畫線 對,先畫一條線 好,那我們就知道說 喔,有可能在這一條線上面 可是我們還要知道在這一條線上哪一個位置嗎 找不到 所以這時候我需要再掛第二個點 把它掛起來 好,第二個點是不是又可以再找出那一條直線 好,兩條直線就會交叉 通過那個點 那個點就是我們的 什麼心? 重心 重心 好,那找到重心之後 我們用手頂 就相對容易成功喔 那剛剛我聽到有小朋友很厲害 他自己說 他如果再試第三個點 好,第三個點 你們想想像一下 第三個點 有沒有可能就也是穿過這個點 好,會 如果你畫得很準的話 第三個點 會穿過這個交叉點喔 好,就算沒有穿過的話 也會在這個附近 好,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找每一個 你看很多人顯得形狀不同 可是你都可以找到頂著的 好,但是會有一個特殊的例子 來,有一個小朋友剛好借我 給我示範一下 好,謝謝 回家你可以玩玩看喔 所有東 所有不規則行物狀的重心 都會在他物體上面嗎? 不一定 像這樣子撿迷宮 超有創意 可是他很難實驗 為什麼? 第一個,因為他比較軟 所以他會軟的話 他重心就會跑來跑去 不容易做 好,可是有個辦法 你回去呢 你可以找一個膠帶 把它貼起來 好,膠帶把它貼起來 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你可能 你就會發現 欸,膠差點 不在這張紙上 可是因為有膠帶很薄很輕 可以幫助你頂在上面 好,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例子 好,大家回去可以做做看 好,早餐